最苦的时候 怀儿子的时候 吃得不好 对 怀儿子那年最苦 儿子是六月份生的 六月份生的 就是从过了年到生 一滴油都没有 那吃什么呢 大葱 然后就拌点盐 馒头加大葱 然后到快收小麦的时候 那个时候馒头也吃不上了 没有面 没有面了 还有利收麦 还有差不多有四几天 就是邻居家吧 我说借点小麦 然后能接着 自己的小麦收下来的时候 借一袋吧 然后去借的时候 邻居越是穷 他又不敢借 怕还不上 对 怕还不上 没借来 没借来 我出来的时候 我的泪就忍不住掉下来了 那时候还怀着儿子呢 都快生了 吃不上也没营养 这胎儿也不好啊 对 儿子死一个月才生 时间有点长 然后他喝那个肚里一点 那个羊笋 就是有点呕吐那种感觉 然后去楼上观察死 后来也都 对 三天健康 三天就回家了 对 三天 挺健康 所以一家人齐齐整整 其实在那个时候也算是幸福的 孩子们都长大了现在 学习还好 是吧 还听话 还没啥事 什么时候就开始日子好起来 没那么紧门了 那我就是孩子有个五六岁的时候吧 但我会做饭的本来 我们乡下 现在有一种 就拉着桌子板凳 就给人家结婚了 太满月了 生日宴了 红白喜事 红白喜事 我就干那个 给两个盐 给十三个钱 就心满意足了 后来呢有一年 正好有一个机会 有一个机会就 我们门口那个书啊 他就是一百多桌 桌子板凳 他两口都闹点矛盾 打仗 不干了 他自己按和 他说给你说个事 我说啥事啊 他说你嫂我俩老成绩 把这桌子板凳给你吧 我说多少钱呢 他一万 我说一万我拿不起 对着一万 两千万也拿不起 他说这样吧 我现在不要钱 等你挣钱再给我 就那样 我把这桌子板凳 全部拉到我家了去了 那时候想着 刚开始接的时候 那一家做饭一桌 那时候是 就是加工费 十五块钱 待客吧 二十桌 咱一个月干三家 咱都能充九百块钱 结果我们一干 确实也是邻里乡村的 也是挺接受我们的 我们做的口味 应该还行吧 然后生意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好的一天都接八家 七八家六七家 都干不过来 他的电话一响都害怕 这说明你们先生厨艺好 你们两口子人品好 所以人们愿意和你们合作 愿意让你们去帮他做饭 对 在家里 大家对我们的评价 对我们做的饭口味 都挺赞同的 老郭还能边做饭 边来两群 这生活就好起来了 对 你们最好的时候 一年能接多少桌赚多少钱 可能一个月吧 最多歇一天 那相当不错 就不分什么淡季旺季 天天 天天都有活 那生活改善了 自己买房了吧 买了 对买了 那个时候买房了 2008年 也买房了 也买车了 然后把家里边的房子又翻修了 太好了 就是那几年挣的钱 真不错 所以你看其实 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很温暖的 还是给大家创造很多机会 只要你努力肯去做 就能改变这个贫穷的现状 是 勤奋呀 就勤奋的 这一个月就一天休息 真的是勤劳去负 就能改变这个贫穷的